欸! 撈到了! 耶~~~ 撈到了! 破了 欸嘿嘿 哈哈哈哈 喝餐了嗎? 呵呵呵呵 熱擊真杯 Good morning! 又是嶄新的一天 現在已經是傍晚了 已經是Good night了 今天呢要帶大家來開箱 Kura Sushi的全球旗艦店 是全球旗艦店耶! 我覺得台灣人真的超厲害的 太屌了 太屌了 對 吃壽司 你們最愛的 Kura Sushi 我們特別從台北跑下來 殺下來的 就是為了開箱 呵呵呵呵 好啦 我們很早就到 因為我們等了好久 對 我實際上感受到台灣人的熱情了 因為我們今天其實十二點就來了 然後我們先排隊 像大家這樣 你看現在外面超多人的 他們只是在排隊拿號碼牌而已 而且不要看只有外面這些人 裡面還有一堆人喔 我排到拿到號碼牌呢 大概是兩點半三點左右 我拿到了一千一百二十八號 呵呵呵 超級遠 欸不是 他們十一點開店耶 對 然後兩點已經一千一百二十八號了 對 然後我們就一路等 想說欸 三、四點吃不吃得到 結果等到五、六點 現在幾點了 現在快七點 六點四十二 我們真的是從白天一路拍到晚上 對 我沒有想過我會拍到Kura Sushi的夜景 哈哈哈哈 結果發現晚上也滿漂亮的 就每每的燈都亮起來 氣氛都起來了對不對 對 一趟呢都現在來高雄要拍給大家看了 我們就必須繼續等下去 哈哈 我們大概還有四組 然後才會換到我們 對 不確定吃到的時候大概是幾點 欸我沒有印象我們為了排一個吃的 然後有排這麼久 從來沒有 對 拍了這樣算幾個小時 我們還不確定 至少七個小時 十二點到七點吧 為了大家OK啦 七個小時 但還好就是等待的時間 旁邊剛好有那個夢時代可以逛 然後又有那個公園可以玩 所以消耗蠻多時間的 好 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全球旗艦店 跟一般的店面有什麼不一樣 平常我們的路面店 是不是都是白色的 然後這個的是木頭屋 嗯 然後我覺得是比較厲害的是 它很有設計感 真的就是日式的木屋的那種感覺 然後全部的用超級大片的木頭的材質 把它包覆起來 白色的彩虹什麼都沒有 對 這邊還有燈籠對不對 燈籠裡面白天看不到顏色 晚上的話你會發現它有黃光以外 它還有彩色的 所以拍起來其實也很漂亮 旁邊呢 就有一道一道 應該是他們全部的料理吧 就全部寫在旁邊 然後這家路面店啊 我覺得特別有一種 沖繩的風味 旁邊有自己的停車場很大的 然後就寫著很大的庫達數據 然後我覺得 這個牌子真的很有feel 準備要進去了 再四個就換我們了 它其實有分兩批 就是有一些後衛的人 他會先讓它進來等 可以拿到號碼號碼的 中間呢 有一個超大的 庫拉蘇西的燈籠 然後燈籠的下面呢 也是一個裝置藝術 很像一個水池的感覺 然後是庫拉蘇西的標示 然後右邊就是一般結帳的地方 然後結帳現在都變成製作結帳 後面就是用餐區 你會發現啊 用餐區其實沒有特別大 就跟一般的庫拉蘇西的路面店 我覺得差不多而已 裡面總共有48桌 然後旁邊這個呢 好像就是他們這一次特色 就是扭蛋扭出來之後 待會就會有一個像獎券這樣 就可以來玩遊戲 然後左右兩邊呢 它都有可以讓你坐著休息的後衛的地方 然後覺得這個裝潢怎麼樣 借給裝潢很厲害 果然還有全球旗艦的風範 真的 而且就是一進來這個溫暖的感覺 還不錯 就是整個都是木頭質料 然後一進來就覺得有一種身在日本不錯的感覺 而且我看它那個裡面 它是每個都有臉色 就是有一種給你一間包廂的感覺 啊 那個隱私是蠻好的 對 好的 現在是幾個年 7點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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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整7個小時 不好意思久等了 不然您好 所以後面還在19號中 這邊請客人 我們幹嘛用餐時間為一個小時 提供打包換位帶的服務 那我們現在有開幕久者優惠的活動 可以幫我參考桌席旁邊的菜單 所以我要坐這邊才走到裡面吃 謝謝 終於要進來了 哇 真的很包廂的感覺 桌子跟椅子啊 也都用不同風格跟顏色 我記得原本的椅子是用沙發 然後就變成一個藤椅加上木框的感覺 欸 直接開吃了 趕快我們只有一個小時 他們中午有先去吃東西 我來排隊 但是晚餐其實他們這個時間吃也很晚了 原本的電視不見了耶 然後變成那個 它直接一體成型 跟扭蛋合在一起 可是原本扭蛋的那種 很傳統的扭蛋機器就不見了 變成它自己自製的 像壓克力板這樣子 然後扭蛋會滾下來 然後電視就移到這邊來 變一個iPad 所以可以直接在這邊點餐 點餐的話是用手機點 然後利用平板點也可以 那你有發現這個筷子的東西見了嗎 喔 在哪裡 在這裡 哇 好像磁鐵板燒 在這裡 找起來了 很可愛喔 有耶 它這是完全重新設計的巧思耶 對啊 來看一下旗店限定 有什麼特別的 軟殼蟹 天婦羅 海苔卷 然後這些店限定的總共有三個 最後這個是蟹肉茶碗蒸 這是數量限定 好我就每個旗店限定的都 來給它點一下 然後新登場的是 這個蝦背天婦羅 這應該是平常其他店也有 然後這幾個都是新登場的 再來是茶杯 茶杯是不是顏色也變了 變成白色的 原本是 原本是那個 醬油醋 油醋的那種 蝦子的話一樣 蝦子沒有換 然後沒有包果茶的地方 哦 都藏在下面 對 你要吃的時候就可以直接這樣拿起來 它們要補也很方便 蝦貝店鋪蘿蔔 盤子也不一樣了 真的耶 盤子比較淺色的藍色 幫我拿點 以前都是那種像青花籽的 現在改成他們的LOGO 你跟他點子一樣 謝謝 哇 這是新的了 軟殼蟹 好酷喔 非常酷 因為我原本怕蟹殼 所以他把它炸得跟餅乾一樣 噴汁耶 噢噢 我看到了 噴汁耶 為什麼 它是蟹 它是磨蟹有肉的 鰻魚來了 鰻魚來了 我覺得跟照片有點不一樣 這看起來比較軟一點 照片看起來好硬 噢 這感覺就是要這樣子捲起來吃耶 這個80塊可以沖盤樹的 好吃可以一直叫 其實鰻魚味道蓋掉蠻多的 可是鰻魚本身很好吃 是很清淺的 但是他有刺 所以吃的時候還是要小心一點 可是很煩 看一下 畫面 噢 不一樣的 好可愛喔 噢 跟外面的遊戲一樣 這是什麼 吃飯 噢 噢 射擊另外一個遊戲 我寶貞 漫 Ron Lar 你看他前面這麼認真 Hijal 太認真了 Byebye 他碗的 沒有盤子的 看起來還不錯喔 上面有四條蟹肉 一整針的那個蟹餃欸 欸大哥你客氣的欸 之前的完全不一樣 很像喝那個土瓶蒸的濃縮版 我剛剛發現有一頁我們之前也沒有看過欸 它叫做絕品小鮮豔 它看起來都超巨大 有這種蟹肉的全部堆疊在一起 然後有蝦子堆疊在一起 然後上面還有鮭魚卵的 這個蟹肉看起來很不錯欸 滿滿的蟹肉感覺超飽嘴的 這份給你啊我再點一份 好啦好啦好啦 它全部都是蟹肉拿到絲絲的 而且它夠鹹 所以好鮮好好吃喔 大鯨魚啊 喔 烙鯨魚欸 全部都不一樣 我們今天烙到一隻鯨魚欸 喔 會不會這麼巧 金沙的那種鯨魚 感覺破了 欸 烙到了 耶~~~ 破了 欸 太殘忍了吧 熱擊生杯 欸 欸 不一樣喔 是不是 表情不一樣真的不一樣 真的嗎 真的 剛剛那個是不一樣的臉 這中了 沒有 什麼顏色的 裡面是什麼 卷欸 喔 有欸 還是有欸 喔 酷蘿酥的 是超級原始的那種小酷蘿酥的 沒有連名的 但是它這個就是盤盤是跟這一間是一模一樣的 喔 喔 剛剛有沒有在玩遊戲的Jen 好像不是欸 這個不是 它害我開心的一下 我以為是Jen 目前吃了26盤 我們戰力薄弱啊 我們要幫大家拍這個遊戲啊 要再吃啊 可是我們點不到欸 怎麼辦 再吃 想辦法 35盤 拼了 來看一下有沒有機會是 唉唷 這個 不要相信它 蛤 魚死網破 魚剪店限定的甜點來了 哇 很有日式的感覺喔 原味要放點 我也吃不吃 你的原味要等一下 嗯 它有聞到你 那種 因為它要吃一個 反正它的那個料理都有層次 對 所以它都會有兩種口感 它把它結合在一起 對 而且它可以這樣直接沾冰淇淋一起吃 喔 300分 這麼好吃 300分 你等一下 我的粉絲盤 加油 試試盤應該是會中吧 這個表情我已經認識了 欸 有機會喔 對 中了中了 又是這個 喔 這就是沒有拿大 中了 這就是沒有拿大 又是另外一個版本 有嗎 有券嗎 哇 只有說明券 抱歉了各位 我們真的吃不香 是的 400 極限了 我們贏 好想要拍一下那個遊戲喔 真的阿神 可是那遊戲好像 有兩個 一個是射擊 然後一個抽的 抽的應該是每個都會中 那射擊好像是你射中什麼的 對對對 我們來吃甜點 我覺得真的很好吃喔 這麻糬 很好用 雖然這個甜點沒有判斷 但我覺得 它滿足夠三次 分推 它現在連結帳好像都不用服務員來了 它就直接 幫你確認一下你的判數 那你如果沒問題就可以按結帳 現在開幕活動有九折優惠 總共是減了兩百零九塊 所以最後是一千八百八十一 七個小時OK啦 省兩百塊 體驗完畢 媽媽喜歡嗎 我覺得還滿新鮮 滿有趣的 對 只是如果現在要排七個小時 我覺得還是有點太硬了 對有點太硬了 今天本來就是我們有這個心理打算 跟心理準備來這邊耗掉一整天 但是如果說你平常臨時要來的話 真的先不要 對 因為在現場等你要等七個小時 真的太累了 原本也是想要訂位 然後是我看幾乎有開放時間 全部都被訂滿了 那我也不確定到底什麼時間 也是有機會訂到 因為我們真的從它開幕的時候 就開始看了 真的超難訂的 不過整個體驗下來 我覺得真的很棒 因為他們建築很漂亮 然後裡面的風格啊什麼 也都很清新很喜歡 對 我覺得限定系列也都滿好吃的 而且因為可能生意很好 所以所有都是現做的 所以都很新鮮 真的真的真的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來高雄開箱 KuraSushi 全球旗艦店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要錄下錄喜歡影片 記得留朋友在這喔 下個月見囉 掰掰 我正在射什麼 喔 喔 為什麼這麼準 好厲害喔 那很小欸 那超小欸 所以我們沒有對不對 我們沒有 確定 所以它應該是裡面會有一個 紅色的券 那如果有種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這個射兩發 或者是 抽隔壁的那個 那個 那會不會 我們有什麼 可以嗎 可以嗎 我們可以找到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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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我們可以找到這位